來 給您開車上路的 標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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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考區 長考路線 與應考要0 考生會在起點這裡 上車應考 調整座椅 並系上安全帶後 調整左右照鏡 等待 考官示意 鬆開手煞車 就可以開始應考了 請注意 方向盤對到車道中線了嗎? 第一項目 平行路邊停車 請注意 門把由佛對齊管線 是否構成三角形 門把進入隔線了嗎? 左側旗竿竿記號 對到車道左邊線了嗎? 右側旗竿竿記號 對到了中心線了嗎? 考場有兩個S型彎道 右邊這處 稱A的S型彎道 左邊則是V的S型彎道 其他 準備進入S型彎道 請注意 請注意 彎腳處的三角錐 超過後 右轉一圈半 進入S型彎道路口 車頭對齊路口處了嗎? 倒退出S型彎道 在出口處 車體右側與安全島 形成足夠的寬距嗎? 汽車 若要轉入V的S型彎道 右側旗竿記號 對到地上白色箭頭的根部 右轉一圈 汽車慢慢轉彎 然後 車頭對準V的S型彎道的路口處 當汽車倒退出來 看 車體右側是否與邊線平行了 然後 回正 接著 汽車彎出來 繼續 下個 測驗項目 右轉彎 記得 顯示方向燈 再一個 右轉彎 帶顯示方向燈 然後 來到 倒車怒庫項目 當車頭引擎蓋遮住白色箭頭後 準備到車 注意 車窗內的記號 對準呢 右轉一圈半 汽車 彎進來後 準備 開出車庫 右側旗竿記號 對到 車道 左邊線後 順著 順著 右轉一圈半 或者 方向盤與扣分桿平行後 順著 右轉一圈半 然後 汽車 緩緩前進 當 車頭引擎蓋 遮住 右彎的指向線後 變換車道 轉到外圈 往前直開 在 注意 號字前查看 注意 紅燈要停下 綠燈才通行 綠燈再倒數五秒 建議 就不要通過 顯示方向燈 準備 右轉彎 準備 要 上下坡道的測試 對準 第二條管線了嗎 然後 上坡起步 查看 左右照鏡 防止 後輪 壓到管線 下坡後 顯示方向燈 準備 右轉彎 來到 換檔 穩定測試 請注意 對準 45公尺 路段的路口了嗎 右側門把 與 右邊線的距離 左側門把 與 左邊線的距離 相等了嗎 對準了 前方 三角追了嗎 行徑間 再從 左右照鏡查看 通過了 換檔 穩定測試 顯示方向燈 準備 右轉彎 來到 斑馬線前 停車 停車查看 然後 繼續前進 再來到 鐵路平交道前 停車 停車查看 然後 繼續前進 當 車頭引擎蓋 遮住了 第一個轉彎的指向線後 右轉 一圈半 騎車 從外圈 轉回內場的起點 注意 起點 就是終點站 恭喜您 完成考照項目 耶